小阿姨 像媽媽一樣在照顧妳 對 因為我自己是單親 然後我是個阿嬤 阿公阿嬤住 因為我們有簽了經濟約 然後大家因為也都是有 正常的零底心 然後可是那一陣子 有稍微有一點賺錢 就開始可以有一點小條心這樣 然後他就拉我過去說 而且還在坐高鐵 他就突然把我去 然後我叫過去 他說東仔就是大家調心 你怎麼跟那個經濟跟老闆講 我說我就先不用 反正還可以有那個 假設開始有一些小業配可以接的話 我就有額外的錢 他說你怎麼這樣想 這樣不對吧 大家都調心 然後你沒調心 我說對啊 公司 妳說是小阿姨這樣子在過程 我就在那個高鐵就又哭了 他說這有什麼好哭的 調多少錢 就是兩三千 兩三千這樣調 對 但是有 就是不無小不無 因為你知道底心是很重要的 然後 對 然後我就覺得 一生又關心我這種感覺 我就很容易被他 妳要哭了喔 就很容易啊 這有什麼好哭的 我們懂的 不是 因為他很愛關心我這種 而且真的就是 妳在董仔的心目中 妳就是蔡依林 沒有吧 這小阿姨 這小阿姨 對 而且還有一次更誇張 就是我們忘記聊天聊到什麼 然後還好還好 然後就是他說 因為我們就在說 他就說他在繳最低 咖啡的最低 他就罵我們 他說你們不知道 信用卡不能繳最低嗎 這樣子就是 信用不好 你的信用就不好啊 以後我們 就是妳幹嘛讓他多算那些利息 對 循環利息 對啊 循環利息18%那個 對 不低喔 很高 對 緊張嗎 他在繳最低吧 沒有了 沒有了 對 然後我就說 對 我大概那兩個月 有點不好過 他說妳就跟我講啊 然後就借我錢 然後先讓我全部繳完 你不借多少錢 好了啦 幹什麼啦 這個那麼累 真的啊 小阿姨借妳多少錢 有一萬多喔 小阿姨很快耶 不是 一萬多耶 因為跟我借 我又不會跟她算利息 是 而且醫生不只擔心我的金錢 也會擔心我的感情 因為我們真的太好了 我們從 不會啊 就是譬如說他就會 因為我上一個男朋友 是交往八年分手 但中間他都會有意無 董仔怎麼樣 最近感情好不好 都說很好啊 很穩定什麼的 只是他每次跟他出來 他對他的態度 是看他眼裡的 就是 愛理不理啊 然後 感覺不疼惜這女朋友 我就覺得董仔 你都沒感覺嗎 從女生的直覺 就覺得說 妳吃虧 對 然後包括像 我是去年分手的 然後 分手過後剛好 那個分手期過後沒多久 遇到 殷生他去演那個 我和我的十七歲 然後他就會到處 跟劇組放話說 他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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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擔心是我的小紅娘 假薄啦 對 而且一開始跟前男友 本來已經聊到說 要不要公正啊 什麼之類的 那真的不好講 因為我跟他 如果 如果今天他如果分手了 但是 因為他會心軟的人 對 如果我不趕快塞一個男的給他 我爸到時候 那男的回來找他 他又說OK 又軟了又黑 OK 對啊 妳真的是有小阿姨的 心態跟感情 對 是不是 是不是小阿姨